好 做料理呢 家家户户有瓦斯炉一开火就来很方便 不过最近台北很多社区呢 出现了瓦斯人员 他检测完之后呢就说 房子很老 管线很老 希望能够换这个安全的龙头加管线 这样比较安全 不过这一换呢 至少一千九起跳 当然为了安全民众也没话说 不过民众质疑的是 这所谓的管线老旧 没有任何的依据 也没有任何的数据 就这样要求要更换 未免太简单 怀疑有A钱之嫌 指着后阳台装的瓦斯管线 住在台北的正乎小姐 她说就是因为房子住了十多年 没想到瓦斯人员到家里检测 只说了一句瓦斯管线老旧 就要求得花两千多元 加装安全龙头 让她百思不解 也不懂说那个自动开放 把大楼什么用 然后就觉得说 那真的有要换吗 还是说十年了就一定要换 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检查 其实我们就是都不懂 住户欺诈了 打听之下 才发现这栋社区大楼 每一户几乎都被建议要求 多花钱 更换安全龙头 重点是瓦斯人员还没有告知 更换理由 这根管子吗 六百块 一千九百块 大楼内就有不少住户 因为担心已经花钱 加装安全开关 还说每次检测都以管线老旧 要求加装更换 像是瓦斯炉下方 更换安全龙头 加上管线就要一千九百元 如果是热水器下方 一换就得掏出两千一百元的费用 金额不小 让住户不解的是 瓦斯检测该有个数据 才能要求住户更换加装保 他可以跟我们管委会的人 一起建议 就是说我们整个社区一起换 那不是说一户一户跟人家各别 像说你要换一句你签名 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依据到底什么 住户无奈表示 检测人员口说无凭就要求更换 而求证大台北瓦斯也解释 通常检查出来 有管线漏气或者开关漏气 才会建议更换龙头管线 没有强迫住户 因此民众是否加装获得更换 得考量询问后 得审慎评估 以免引发正义 中文新闻 嘉宾 我黄树人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誠